請問您的請問您的資訊 請問您的請問您的請問您的資訊 請問您的請問您的資訊 您的資訊 請問您的資訊 您的資訊 我去買東西吃 可是發現家裡沒錢 然後我去看他戶口也沒錢 然後我就覺得說 後來我媽媽買便當進來 然後我就 那畫面我就特別記得 我就說 我看了沒錢 然後買了 我後來就只有買一個便當 就沾兩個吃 就我跟我媽吃這樣 吃著吃著我就告訴自己 我再不拿錢 事情發生的這麼突然 然後 你有錢有什麼用 我們那時候都會想說 是開一個公司 為了想說給媽媽有助力的生活 結果你開了兩年 你就發現到媽媽來沒 那其實孝順的時候 都不是等到 等到有錢再來孝順 那這句話就是在我 這時候體會了 你會逃避啊 因為你媽媽癌症 你其實你會逃避 會不敢回家 或你會 那時候你每個人 你心裡是會覺得說 回家看媽媽痛苦 你不能分難 我媽其實最後面 她都沒有打 吃這些藥 我 打一個針 我只要六萬塊 因為我 她也是打一個針六萬塊 她說 她說 我不要讓我負責 她就一句話 我就 啪 我眼淚就掉了 我們景美 推 走一個鐘頭 找完碗 因為從那時候我就說 她說你累不累 我說我不累啊 我說我不累什麼 對我說 我說你怎樣你 你開心就好 我那時候想說 我再推也推不久 因為醫生其實已經看死期了 你有沒有希望以後做什麼事情 然後就說你以後 就擔心我就是 脾氣不要 這麼火爆 她告訴我脾氣不要這麼火爆 她告訴我脾氣不要這麼火爆的時候 我發現 很多事情都順了 我學了一出部戲我特別感動 特別好 就跟我的故事是 家庭是有連結的 叫李葵探姆 李葵探姆她媽媽就是 很孝順 那李葵她又是很粗糟 很脾氣很虎暴 很尊心 然後她就是 她特別孝順 而 的那個李葵探姆 是斷香的那個李葵探姆 多知為 兒的心情 錯落 的 把火來闖 因此上 逃往江洲 把身藏的格鬥 結交 兩宗弟兄 我帶了兒的兒女光 好比那同袍手套 我老婆去丢在一旁 老娘请